好 恭喜 陈娘子 陈娘子 双双妹妹 来 跟我积极 不必了 多谢 妖妖 你来了 来来来来 来坐这儿 十一郎挑剪多年 眼光也不够如此 陈少生 你好是能耐呀 前脚与我堂兄退亲 后脚又搭上十一郎 你这样对得起我堂兄吗 是身上亲口向我陈家提得清 天大的身恩 哪敢无端拒绝 娄妮 你这么大口气 当时就应该让你在狱前 看看你有没有打量拒绝 可 可你也不应该如此快答应呀 我堂兄得多难过 他对你情深义气 你 你就该伤怀 该闭居相野 凭什么你堂兄另去 我就要终身不嫁 就算是要嫁 也要先伤怀好些年 凑过花家之妻 最终是嫁了 也要找一个不胜如意之人 躲在冷闭角落 铁日伤口 不能在人前出现 知道的 是知道我陈家 为圆满何将军临终遗演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陈家 欠你们楼家多大人情呢 我陈家 罗里 你若想让我瞧得起你一回 大可将你方才说的那些话 当着你阿富阿姆的面 再说一遍 看你阿姆 抽不抽你耳光 一遍 夫人 这是要去何处啊 小女娘间的玩笑罢了 靓也不会闹到你我面前来 程伯夫人说得是 是小女言语挑衅的 少商不能嫁到我们家中 娄氏何家甚觉惋惜 只是为了成全忠烈一怨 不得不这一半 夫人不曾往心里去 我也就安心了 我自然不会往心里去 我家得圣上亲赐十一郎 这么好的郎训 夜班都会笑醒 又怎会心生怨对呢 林将军 能陪少商来娄氏参加会宴 着实令人心中钦佩 即便胸怀再大度的儿郎 也不会陪心妇 来前未婚夫婿家参加婚宴 只是不知 林将军对少商是无情无心呢 还是他压根就不顾及自己的颜面 多谢各位大方 请 多谢二位 张公子 来 刘大公子 若非你博文强计 会下冯一郡于途 此意志会更艰难 圣上事下论功行赏 你立此大公 日后当身居高堂 阿瑶能够赢取昭君 这就是圣上对我们娄氏的最高问点 身为何将军的亲家 娄将能够助林将军夺取冯一郡 这原本就是分内之事 怎敢再贪功呢 阿笨啊 你说是也不是啊 伯父 甚至我心 林将军 我半生散漫惯了 直喜周游天下 不易如实 他杀了你 他杀了你失望了 你虽无意入实 但若胜上其嫌 我看谁人敢阻拦 刘大公子 这成家才到楼家退期 没多久就在宫中定了亲 快得令人扎舌了些 不免让人生一心呀 这陈绍商与林将军 是否早就有私情了 阿妍 你为何来那么演戏啊 倒也并无大事 只是刚刚程四娘子说 才落了件披风 在林将军马车上 拖切来问问 你可以最心理 将军马车上 绍商妹妹是有志气的 还以为都跟你们这旁人似的 看见那林不移 就跟饿了三天的小野狗 看见那肉骨头似 可惜 人家林不宜 看不上你们呀 诸位 想必你们也认识林不宜 时间不短了吧 可是人家也没向你们提亲呢 我们都是老实的归宗女子 行端作证 哪像有些人 我们没做作 耐弄风情 林将军是伪丈夫 哪里懂得这些鬼祟阴私伎俩 怕是受了蛊惑 王凌 你在睡口被人 我没有 安总 说是 我 老尴 老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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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喜之 你这是何意啊 我行至何处 黑甲卫便跟至何处 向来如此 无意冒陌 林将军 此处是女眷洗面 只怕不大合理一罢 何习分析只是小节 董廉耻知进退才是大礼 好 既然王娘子说我 不合理一 那我今日 便教教你们什么叫董廉耻 知礼仪 你 林将军 你这是做什么 这承娘子真是有福气啊 竟然让林将军 不顾男女分析要去维护她 这承四娘子刚退门亲世 又能提到如此上等狼血 真是天大的福气 你 抱歉啊 一时摊开热闹 竟失了手 不过能用上等鹿肉起刨 想必二位 也觉得是天大的福气吧 你 算了算了 别跟她动嘴 可没人能从她袁善剑嘴里 讨到半点好处 走 陈夫人 方才王娘子说在下不合礼仪 如今长辈们看着也算是合理了 如此甚好 林将军思虑周全 林将军此话诧异 世人云 礼仪 礼仪 你一个女公子 张嘴闭嘴就谈论未婚夫妇的隐私之事 你觉得自己很懂礼仪 很懂廉耻吗 你尚未出嫁就已经一副市井夫人的嘴脸 娄大夫人 你知晓吗 王娘子方才提到狐媚风情 卖弄作作 你可知上个月 五皇子赠予我一对美技 你兄长王龙剑后 垂涎三尺 我便将二人送约他 可谁知不过几日 你阿父又将其笑纳 狐媚风情卖弄作作 这夸赞的可是他们二人 你 与其整日琢磨如何攀悟我家心腹 不如回家好好想想 日后 该怎么称呼这两位美技 是敬为阿嫂呢 还是敬为阿母呢 林不宜 你 你 有评词 诸位 想必你们 对我跟臣娘子定基氏之事 也有所耳闻了 待我成婚之时 还请各位 大驾光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